1月13号星期一 北京时间晚上8点钟 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林森 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笃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日本防卫大臣结束对印度的访问 两国同意扩大战略合作 更多新闻内容这个小时带您关注 不过我们首先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色列为前总理沙龙举行国葬 总统佩雷斯称赞沙龙永不停息地为国民效力 沙龙星期六去世享年85岁 佩雷斯在星期一的国家追悼仪式上说 沙龙为以色列历史增写了难忘的篇章 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他的意见并不总是和前任沙龙一致 然而他强调沙龙对以色列安全的执着 美国副总统拜登赞扬沙龙 作为以色列建国领导人之一所发挥的作用 他的指导原则是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的生存 拜登还提到沙龙总理的行动 为他带来了争议甚至忧虑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世界领导人 向以色列和沙龙的家人发去了道词 不过把这位以色列前总理视为死人的巴勒斯坦人 听到他的死讯后欢呼雀跃 数万名反政府示威者在泰国首都举行抗议 造成交通瘫痪 他们要求政府官员在2月2号的选举前下台 美国真心记者布鲁奇在曼谷报道说 在这个名为关闭曼谷的行动中 热情的群众准备进行长期的抗议 来看报道 挥舞着旗帜的抗议者占领了曼谷市的商业中心 从星期天晚间开始 主办者开始搭设舞台和影响系统 准备抗议活动 参与这次抗议的群众相信 这是将腐败政府官员赶下台的最后一搏 拉韦西威来从附近的沙梅巴干省前来声援 他说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要让政府知道 他们已经没有资格治理这个国家了 他们必须在选举前进行改革 过去几年腐败问题严重 许多泰国名人和政治人物也前来声援 其中包括了前总理阿批什和其他的反对派领袖 他们获得了群众的高声支持 他们相信政府已经摇摇欲坠 而新的选举也无法解决问题 批评人士质疑抗议者的观点 他们认为示威者破坏了泰国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伊拉瓦蒂·卡纳莫多说 再次选举只不过是维持现状 他说 我们希望举行选举 但是不是现在 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做好选举的准备 如果现在举行投票 这就是不公平的选举 同样的一群人将会继续执政 目前还不知道抗议声势 是否能够维持到两个星期之后的选举日 但是抗议者很有组织 而且有所准备 有小贩贩卖抗议主题的T恤衫 还有以泰国国旗颜色为主题的纪念品 抗议者有安全警卫维持秩序 还有免费的热食提供给在抗议中心扎营的人 针对上千名群众的激昂情绪 维持安全是最关键的议题 一万八千名军警人员负责维持和平 并且保护政府大楼 抗议从去年年中开始 一些零星的枪击 已经造成了八人丧生 还有十多人受伤 泰国军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 但是泰国在过去的八十一年当中 曾经发生了十八次政变 因此再度发生政变的可能依旧存在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 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制裁的协议 定于1月20日开始生效 协议双方的官员 星期日确定了协议生效的日期 在此前的数星期里 专家们讨论了如何实施 这项去年11月达成的有效期 为半年的协议 伊朗将把油浓缩纯度限制在5% 并削减高纯度浓缩又的储备量 同时允许联合国检察人员 进入其核设施 作为交换 美国和欧盟将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经济受到制裁措施的遏制 第71届金球奖颁奖仪式 星期日在贝福利山庄举行 历史剧情片《维奴十二年》 出人意料的赢得大奖 《维奴十二年》讲述了 19世纪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黑人从自由人变成奴隶 后来又重获自由 这部电影获得最佳剧情类的影片奖 《维奴十二年》没有赢得 被提名的任何其他奖项 包括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最佳编剧 最佳女配角和最佳男配角 美国片局获得最佳喜剧类的影片奖 出演这部影片的 艾米·亚当斯和詹妮弗·劳伦斯 分获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女配角奖 出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 马修·麦康纳赢得最佳剧情类的男主角奖 出演蓝色莫获的凯特·布兰切特 赢得最佳剧情类的女主角奖 金球奖是每年最先颁发的电影奖 经常被视作是对奥斯卡奖的预测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报道 泰国反对派举行抗议 要求英拉政府下台 伊朗限制其核项目换取放松制裁协议 1月20号生效 金球奖颁奖星期天举行 历史剧情篇《维奴十二年》赢得大奖 欢迎回来 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被北大辞退一事 继续发酵 最近夏业良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张正的来往的电子邮件曝光 显示夏业良被迫离开北大 是由于公开支持徐志勇的新公民运动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发自北京的报道 去年12月26号 夏业良结束了自己在北大的最后一刻 离开了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 对于北大解聘夏业良教授的原因 官方和夏业良本人说法不一 最近发行量很大的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 刊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正和夏业良 之间的电邮 显示出夏业良被辞退的原因 是由于他参加了声援许志勇的联合签名活动 张正在信中说 近日我看到了网上 你参加了对许志勇事件的联合签名 我个人觉得非常痛心 他还说这种联合签名 会给一些不明真相的社会群众带来误导 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好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 张正要求夏业良教授尽快通知相关网站 取消签名 并就此事给出书面说明 并希望不要继续参加这件事的后续活动 许志勇博士是美国民间维权机构 公盟咨询公司的负责人 公盟组织积极参加了中国民间的维权活动 最近主张呼吁官员公布财产 这个民间维权研究机构 最近两年来反复遭到当局的打压 许志勇本人现在已经被当局拘捕 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说 他在2008年就向北大经济学院党组织提出了退党 夏业良还说他被解聘一事将成为北大的耻辱 就是说他们现在说我是北大经济学院最差的一个教师 历史将会来证明我到底是不是北大经济学院 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教师 我会用我的实际业绩来说话 夏业良在给张正的回信中强调 北大是全民寄予厚望并纳税提供经费支持的国立大学 不应该沦落为党校 更不应该沦落为一党专政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 作为真正的北大人 最值得夸耀的使命和荣誉 应当是追求和探索学问与真理 而不是为上为权追逐权力和金钱 沦为专制的奴仆 据美国高等教育记事报报道 夏业良被解聘之际恰逢中国政府掀起了一场压制学术和新闻自由的运动 这使得一些美国大学教授们对他们的大学是否应该与一个专制国家的学校保持关系产生疑问 另外据高等教育记事报报道 夏业良将从这个月开始在威斯利学院担任一个自由项目的客座研究员 此外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也向夏业良提供了一个终身研究职位 美国之音VUA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笃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2013年中国在商品贸易额上首次超过美国 有评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但是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需要改变 此外由于一些部门伪造贸易发票 中国贸易数据的准确性也令人质疑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 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价值为4.16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7.6%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 综合统计司司长郑月生 在介绍中国2013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时表示 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首次位列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位 可以说是已经基本成定局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美国2013年1月至11月的进出口商品总额为3.57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 美国去年全年的商品进出口数字将在2月公布 中国官方媒体说 这是中国数百年来首次问鼎这一地位 极具里程碑意义 报道说 历史学家认为 中国在清朝时期曾经是世界最大贸易国 但这一说法因缺乏确凿数据而受争议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字显示 2012年的中国商品贸易总额为3.867万亿美元 与美国同年的商品贸易总额相比 仅差150亿美元 这大约是中国在2012年一天半的平均贸易额 中国新闻网报道说 2013年欧盟、美国、东盟、香港和日本 依次为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增长2.1%和7.5% 对日本下降5.1% 对东盟增长10.9% 对香港增长17.5% 金融时报指出 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崛起 正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过去30年间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每4年就大约翻一番 中国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 相当于超过全球贸易总量的10% 高于2003年的3% 中国的出口商品种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纺织品、衣物、石油产品转变为高科技机械和电子产品 与此同时 批评人士仍然对北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出批评 美国商工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 艾伦·托纳尔森表示 毫无疑问 中国在1980年代启动的经济改革 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 人们早有预料 中国会进入全球贸易领先地位 他同时指出 由于北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干预和掠夺性政策 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 远不如广泛预期的那样多 如果没有这种干预 人民币的币值会比现在还高 对美元的汇率会升值更快 所以对人民币的操纵 把汇率完全人为地压低了 美中贸易量被扭曲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此外 中国统计官员承认 在2013年初和2012年后期那几个月 特别是出口数字被虚假出口发票扭曲拔高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要打击通过伪造贸易发票 向中国境内外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 并对2012年后期和2013年初 中国贸易数据的准确性表示担忧 1月7日 美国非盈利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说 从2006年到2013年第一季度 估计有多达4000亿美元通过虚假出口发票 从香港非法转移到中国 美国之音VOA卫视夜宾长小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 美中关系究竟会是竞争还是合作 三位美中关系专家日前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展开探导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方发挥的报道 与会的三位专家认为 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全球稳定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需要审慎处理 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一鸣认为 中国内部的不确定性 是引发美中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扮演的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角色 在谈到中国存在的很多反美言论时 以明说美国人对此不高兴也可以理解 当美国人听到这些反美言论时 他们开始觉得中国并不只是想要一些自己的空间 而是想取代美国的地位 大部分美国人肯定不会有积极的反应 另一方面美国人并不想遏止中国 但他们的确希望中国能有所改变 我也在其中 我希望看到中国的法治能更健全 官员能更负起责任 公民更积极参政 以及包括民主人权在内的一些大词 而中国政府当前并没有想要做出这种改变的意愿 这就对美中关系造成一些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扎道炯则认为 两国人民无需介意反美言辞或中国威胁论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其实是要激励美国人做得更好 美国变得更强 而不是要贬低中国人 侮辱中国 扎道炯还说 中国一些铁杆反美斗士 把子女送来美国学习的例子比比皆是 他还说 中国反腐败需要美国合作 处理那些携款逃到美国的贪官 在谈到中国内部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时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贺奇珍认为 是收入极度不平均以及环境问题 扎道炯则认为是中国人民对社会和领导人的期许 他说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中能实现百分之三十 中国社会就能发生巨大进步 BOA卫视方方纽约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 两国同意扩大战略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 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似乎日益的密切 两国的高层互访密切 不仅如此 美国也在加强与印度的关系 美国专家称 正是中国的崛起促成了美日印三国在安全防务上的合作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 1月5号到8号访问印度 两国达成防务合作协议 一致同意加快建立全方位的防卫合作关系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1月26号作为嘉宾 出席印度的国庆阅兵式 近年来日印关系有日趋密切的态势 去年底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 之后日本天皇50多年来首次访问印度 德洛瓦·贾伊·尚卡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部的研究员 他在华盛顿智库企业研究所最近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 中国的崛起是美日印 特别是日印在防务上加强合作的最大驱动力 最明显的一个驱动力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现在是美国最有竞争力的对手 它与日本和印度都有领土争端 而且两个争端去年都爆发了 这就更赋予了安全合作急迫的意义 特别是东京和新德里之间的合作 美国国家防务与安全计划顾问公司 华盛顿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利亚表示 崛起之后的中国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的一系列的做法 令国际社会担忧 中国试图改变游戏规则 这不仅威胁着我们进入这些地方的能力 并动摇了我们国际交往的法律基础 海上自由航行 全球公寓等 这些都太令人担心 北京当然明白这点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提出挑战 中国不会不了解这里面的风险的 这也是大部分其他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都与邻国陷入了纷争 即去年11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控识别区之后 中国海南省在去年11月通过 并于今年元月实施渔业新限制 要求外国渔船在进入海南省所辖的海域前 必须先获得许可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计划高级顾问帕特里克克罗宁指出 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希望能有一个国际体系 可以预测各国未来的行动 而美应日的合作可以保护这样一个体系 美国印度和日本有特殊的能力使得这个地区向积极方向发展 我想三国政府也有意愿这么做 当然我们得等印度新总理上任 不过我想他会希望成为这其中的一个部分 这也是我们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工具之一 美国近年来也加强了与印度的关系 2010年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 他在印度的演讲当中 将美印关系称为21世纪其决定性作用的 且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 2012年6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帕内塔在印度访问时称 印度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 不过专家们指出 美印日结盟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日本民众对日本军事正常化的担忧 印度民众对于美国和日本结盟 反对中国的担忧 最重要的是美国对日本军事正常化的担忧等等 VOA卫视 斯洋 人鱼洋 甄晓英 华盛顿报道 新年一始 非洲领导人和决策者就已经开始考虑 最近南苏丹以及中非共和国爆发的冲突 将会对撒哈拉以南地区 今年6%的预期经济增长造成多大的影响 不过专家认为不管冲突是否存在 非洲需要做出改变 才能保持前几年达到的高速的经济增长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亚迪洛的报道 有关专家说 非洲地区最近爆发的冲突 像在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发生的暴力冲突 可能会损害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需要积极地做出努力 帮助这些最脆弱的国家 避免这种政治危机的再次爆发 因为这种危机对非洲的增长 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 随着南苏丹以及中非共和国冲突的继续恶化 美国国会的参议员们正在试图理解 非洲大陆的需求以及面对的风险 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菲尔德最近出席了 有关南苏丹局势的听证会 上个星期 我们看到苏丹总统巴西尔访问南苏丹 显然 他对南苏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关注 尤其是石油的流动 乌干达政府也存在切实的关切 肯尼亚有一个很大的难民营 而在俄比亚也有他们的一些担心 尽管非洲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5% 而且贫困率下降到人口的48% 但是非洲大陆需要增长得更快 世界银行的迪奥普认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非洲关注的焦点需要改变 今后所面临的挑战是两方面的 既要增加那些正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行业的生产力 也要减少向农业这些行业存在的贫困 我认为农业方面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是不跳出原有的框框来思考问题 桑德斯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 他现在是食品安全教育民主与发展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土地资源管理 环境以及水资源管理的体系 你很难获得可持续的农业产品 但是熟悉非洲的专家说 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仍然是营造稳定的环境 这样才可以更容易吸引外国投资 利比亚中央政府和控制油田的民兵之间的对峙 面临可能升级为冲突的威胁 这是在反抗者声称 他们将不顾政府禁令直接把石油卖给世界市场引起的 东部和南部的民兵要求自制 威胁要斩断利比亚在2011年推翻卡扎菲后 要走的稳定的道路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 从伦敦发回报道说 法律的缺失正在这个国家滋生暴力 利比亚拥有全世界一些最大的石油储备 但是地离玻璃的居民需要排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队才能买到汽油 我们已经等了几天了 这个国家真是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不下去了 我很难过 局势一天比一天坏 东部地区的民兵封锁了港口和炼油厂 让这个国家失去了主要现金来源 石油出口 目前的产量还不足革命前160万桶日产量的五分之一 扎斯兰带领班加西民兵实施了这次石油封锁 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停止石油供应 因为他们用通过出口石油赚的钱 镇压和恐吓利比亚人民 扎斯兰的民兵宣布在东部地区建立自治政府 并且冒着跟利比亚海军发生冲突的危险 试图直接向国际市场出售石油 总理扎伊丹拒绝给予民兵任何自治权 跨境信息分析集团的汉密尔顿说 扎伊丹没有什么选择 在军事上和他们对抗 对政府来说没有好处 那将是一场灾难 他们试图贿赂他们 试图劝说他们 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 所以现在陷入了僵局 美国前外交官员柯林通过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利比亚要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 必须打破这个僵局 如果事情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某种形式的联邦化 不仅无法避免 而且很可能是个好主意 不断升级的暴力 正在加剧利比亚的经济和政治困境 这个月 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 在地利玻璃附近被人开枪打死 去年12月 班加西附近发生的利比亚第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导致7名士兵丧生 柯林说 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可以追溯到2012年 班加西美国领事馆遭袭击事件 这些袭击事件基本上把东部变成了一个无人区 不仅对西方人如此 对利比亚中央政府也是如此 各种罪犯忠于前政权的人和伊斯兰激进派系 正在利用这场混乱 伦敦经济学院的格杰斯教授说 失去法律控制 利比亚部分地区成了武装分子的天堂 利比亚现在变成了武装分子和军火进入西非 北非甚至叙利亚的一个主要基地 将利比亚各派系和全副武装的民兵 集合在同一面旗帜下仍然是个巨大挑战 分析人士说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整个地区都将受到影响 欢迎回来 美国之音VA是星期一到星期四 中国时间每天晚上的九点到十点播出 时事大家谈节目 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保申来介绍 下个小时我们讨论哪些话题 好的 首先我们谈一谈新疆的局势 据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月的19号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 政治局的七个常委全部出席 而且习近平发表了有关治理新疆的重要讲话 据报道说呢 新疆今后的工作重点是社会稳定 长治久安 那么有很多人就现在在推测 是不是新疆工作 它的这个重点就要发生一些变化 从过去的发展到现在的求稳 因为最近新疆发生很多暴力事件 而且波及到北京 那么新疆今后这个工作的重点 是不是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也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我们要谈一谈香港的新闻自由 我们知道有55年历史的香港主流报纸明报 最近说呢 刚刚担任两年总编辑的刘进途 将会被调动工作 由另外一位不大了解香港事务的 这么一位新闻界的人士 据称是从新加坡 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个 华裔的边界来接替 那么香港回归中国17年以来 新闻自由是不是在缩水 香港媒体在生存 在自由报的方面 面临哪些竞争和压力 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 谢谢保身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锁定留意卫视 下一个小时呢 时事大家谈 不要离开 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报道 时事大家谈节目 已经登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 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at 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 slash 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 at时事大家谈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 电邮地址是 voa大家谈 at 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前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和一组退役的NBA球员 在访问朝鲜以后星期一抵达北京 他说他对不能帮助被朝鲜当局监禁的美国传教士 陪俊号获释感到抱歉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第二位视的报道 罗德曼上星期为庆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生日 而打了一场表演赛 罗德曼星期一在北京机场对记者说 他对不能帮助被朝鲜当局监禁的美国传道士陪俊号获释感到歉意 陪俊号被朝鲜当局判处15年强制劳动 罪名是企图推翻朝鲜政权 罗德曼还为自己的朝鲜之行进行了辩护 让我们把一件事说明白 到朝鲜去不是什么坏事 我热爱美国 无论如何绝不会拿这个做交易 但是我希望让世人知道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可以有一天 就只一天不谈政治 罗德曼和其他前NBA球员访问朝鲜 并将此行称作篮球外交之旅 因此在美国遭到很多批评 罗德曼为自己访问朝鲜辩解 声称此行是为了打开通向朝鲜之门 这位前NBA全明星球员还说 他不是去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讨论政治的 而且他把金正恩称为好人和生平好友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强调 罗德曼访问朝鲜是无意之举 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日本参议院议员安东尼奥珠穆 星期一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会晤朝鲜高官并推动体育项目的交流 珠穆在去年11月曾经会见过 已被处决的张成泽 我们来看 VOA卫视的报道 安东尼奥珠穆在北京机场对媒体说 他四天访问的第一站是平壤 寻求朝鲜的批准举办他组织的体育赛事 我上次承诺要在朝鲜举行一次体育盛事 因此我们需要朝方的批准 安东尼奥珠穆说 他已经就此同金正恩的联系人进行过讨论 我总是通过中间人联系金正恩元帅 我同他就各种问题交换过意见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经过高层领导人的认可 安东尼奥珠穆 原名珠穆宽志 曾经是著名的职业摔跤手 去年11月曾访问过朝鲜 会晤了时任朝鲜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 张成泽12月因腐败等罪名被处死 安东尼奥珠穆也因未经国会批准 擅自访问朝鲜 被参议院停职30天 VOA卫视报道 西藏青年大会的流亡藏人计划举行长途游行 纪念1959年西藏起义55周年 唤起人们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1959年发生在西藏的藏人抗暴事件 迄今已近55年 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大会星期天说 他们将在2月8日至3月10日 举行西藏暴动长途游行 70点是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的印度山城达兰萨拉 终点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西藏青年大会主席丹增进美在记者会上说 这次活动的宗旨就是要唤起人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这次游行有三个目的 一是突出强调西藏境内目前的危急和危机形势 二是向在西藏境内的自焚者表示崇敬 第三向我们在西藏境内的兄弟姐妹传送信息 表示同他们的团结 这就是我们游行的目的 组织者说 他们将有55人参加这次全长600多公里的长途游行 途经印度的昌迪加尔 安巴拉等地 中国称1959年发生在西藏的那次事件 为平息西藏叛乱 和平解放西藏 因而使得百万农奴摆脱了封建领主统治和压迫 并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叛国集团 阴谋组织和实施了那次背叛和分裂祖国的活动 不过流亡藏人团体说 1959年暴动后 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变本加厉 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遭到了破坏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就任后首次任命了19名红衣主教 他们将在教宗如何领导世界上10亿天主教徒方面提供咨询 教宗方济各在每个星期天举行的 翻地纲祝福仪式上宣布任命19位书籍主教 其中16人有权投票选举下任罗马天主教宗 美国一架波音737客机 星期天错降在一个距目的地7英里远的一个小机场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这架载有124名乘客的客机 原定从芝加哥飞往密苏里州的布兰森机场 再转飞达拉斯 但飞机最终降落在一个跑道长度 只有正常降落大飞机机场跑道一半的小机场 一些乘客表示飞机降落时很不平稳 有关当局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 大家好我是OMG美语主持人白杰 我们这个星期就会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表示外面很冷 好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OMG美语 好拜拜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新闻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 让一名无证移民取得律师执照扫除障碍 他的名字是塞尔基尔加尔基尔 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奥利沙文报道说 就在美国辩论非法移民的问题时 这项裁决为一些孩童时期就来到美国的无证居民 带来了希望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利沙文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这项裁决由于加州议会最近通过一项法案而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尽管加尔基尔并未取得在美国停留的有效证件 他还是可以执行律师业务 法学教授尼尔斯·法兰任说 加州法院的裁决是狭隘的 裁决并未解释其他专业执照 以及提及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福利 裁决并不允许加尔基尔成为律师事务所的雇员 不过法兰任说 加尔基尔可以担任客户的独立律师 36岁的加尔基尔在2009年从法学院毕业 他通过skype告诉美国之音西班牙语组 自己的案例有更广泛的含义 我知道自己的例子为许多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门 不仅仅是移民 没有拘留证的人 还包括许多年轻人 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让他们感到挫折 显然他们不幸被政府遗弃了 对于21岁的路易斯·安特萨纳来说 这项裁决是个好消息 7岁时他跟着父母来美 到高中时才发现 自己原来并无拘留证 终于有好消息了 好事正在发生 路易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 无法取得联邦政府所保险的助学贷款 后来他取得了私人奖学金 这是由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拨给无拘留证学生的 路易斯在学生团体中非常活跃 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律师 协助其他无拘留证的人解决问题 许多人所碰到的问题 最后也发生在我身上 我必须行动为我自己 为其他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以及未来的儿童改变事情 让他们不要经历我所遭遇的问题 法学教授法兰任说 加州的裁决并不会开了先例 然而这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决定 其他州的最高法院可以参考这项决定 就在美国为几百万名无证居民问题 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 佛罗里达州以及纽约州也正在审理类似案件 那就是没有拘留证的法学院毕业生 希望取得律师执照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也许没有得到像其他外交政策问题 那样的关注 但是奥巴马政府正在推动国会批准 这个旨在改善世界各地残疾人待遇的公约 在两年的努力之后 公约仍未得到美国批准 我们来看报道 尽管非常困难 但阿梅特利开始习惯操纵着他的轮椅 在纽约大街小巷穿行了 瞧见没有 特别危险 但这位32岁的活动人士说 和他老家格鲁吉亚地比利斯相比 这不算什么 你在那里待一个月 也许一年 都不会在街上或者外面 见到哪怕一个残疾人 那里没有公共交通 没有缓坡 没办法上街 人们满脑子都是对残疾人的成见 这也是为什么阿梅特利等很多人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一起敦促美国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通过保障残疾人受教育享受医疗照顾和就业的权利来帮助他们 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推动美国的核心价值 它将扩大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机会 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 但这个公约在国会遭遇了阻碍 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认为 由于公约允许联合国官员强迫美国修改自己的法律 所以会破坏美国宪法 还有批评人士指出 这类条约根本没有用 这类条约通常会保护那些自己不努力的人 迄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 但即使在那些国家也依然存在问题 例如最近人权观察组织 关于俄罗斯的一份报告指出 俄罗斯数百万残疾人仍然面临严重问题 其中包括缺乏轮椅通道 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休曼说 美国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可以带来改变 我们需要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我们不批准这个公约 会使其他国家和公民社会质疑我们的诚意 支持者还指出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很大程度上 是以美国二十多年前通过的残疾人法案为蓝本的 201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还差五票就能得到国会批准了 但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美国国会议员是否或什么时候会表决此事 这很好 事情就应当这样 阿梅特利表示要继续为联合国残疾人公约获得批准而努力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国际消费者电子产品展传统上 在年初开始 它展示的是最热门的电子产品的趋势 今年展销会上最强颜的产品是便携技术和曲面电视和手机 我们来看不远的未来 我们将看到哪些新的技术 新年刚过 大批参观者来到拉斯维加斯的国际消费者电子产品展 这是技术发烧友和相关公司最大的聚会之一 芬德拉特是英国一家科技杂志的编辑 这里令人兴奋 我们会看见那么多美好的新东西 但同时巨大的展厅也让人眼花缭乱 要看的东西太多 今年人们谈论的一个大趋势是曲面屏幕 新式电视和手机上都使用曲面屏幕 加雷是科技咨询网的雇员 你可以买一个曲面屏幕电视 也可以选一个能变形的 曲面屏幕能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抑制身临其境 索尼三星和LG公司都推出曲面超清电视 最大的屏幕有110英寸 还有一个热门的趋势是便携技术 索尼英特尔和其他公司推出智能手表 它能跟你的电话无线互动 三星的星系手表则能跟电子汽车互动 加雷说智能手表很实用 它的应用软件能展示ESPN上的比赛结果 还能展示哪些人给你发了短信 或者打过电话 尽管如此 有些人警告说 便携技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大家接受 这是一个大潮流 实际上智能手表现在不过是个时髦用语而已 要形成主流 也许还得很多年 这次国际消费者的电子产品展销会一直开到1月10号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继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嘉宾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 全新打造 唯信唯实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VOA卫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在展出53位当代中国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 这些作品有绘画 书法 摄影 版画 视频和雕塑 都是在最近30年中创作的 在这次被称作水墨的特展中 虽然作品的形式各异 但却都是利用水墨 这种古老的中国艺术手法来反映当下中国的现状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纳特基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这些可能是视频监视器 但不是影像艺术 为做这个符合外星人观赏乐趣 延长中国长城一万米的作品 烟火艺术家蔡国强的画布是广袤的沙漠和山脉 观看这一作品的最佳角度是从天上 从围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空间站窗口 53岁的水墨艺术家陈绍祥制作的这个视频 把随机选择的世界各地街头抗议活动的照片 用传统风格的墨汁画在宣纸上 将其平面化和均质化 从而忠实记录了人民反抗专制腐败 高压和不公 但是影像艺术大地艺术和烟火树 以及抗议型艺术家艾未未制作的这个象征腐败 有可口可乐标志的仿汉代坛子 也许是对传统水墨艺术颇不寻常的扩展 而同样代表这种风格的还有古文达这些大型书法和水墨画混合作品 遗失的王朝系列 宏大创新雄心勃勃的中国当代艺术特展 水墨并非由该博物馆的当代艺术部 而是由亚洲艺术部组织策划的 特展遍布整个博物馆庞大的亚洲书画展厅 这些展品的旁边陈列的就是赋予艺术家灵感的传统古老的艺术作品的千年历史遗迹 水墨特展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馆馆长何慕文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 记者询问了他 何以做出了在该博物馆庞大亚洲书画展厅中展出当代作品的大胆决定的 在亚洲书画展厅做这一特展 就是要强调亚洲艺术不仅拥有过去 也拥有当下和未来 因此在我看来 许多展出的作品都是在与过去进行的对话 当人们参观这个展览时会看到几个地方 比如中国庭院 我想把700块紫色石块放在这个庭院里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会在主展厅的钢铁石块与院子里的太湖石头之间产生一个精彩的对话 这正是这个展览的真谛所在 就是要显示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对话 与我们如何欣赏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想做一点小小的颠覆 让人们看到亚洲艺术有着很深的渊源 而且正在继续影响着现在 我希望也包括未来 中国当代艺术特展水墨 由35位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组成 分为四个部分 书写的文字 新山水 抽象 笔墨之外 用毛笔和墨汁写旧的书法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随处可见 据视觉效果的中国字的笔画 给予书法家更多表现情感和观念的空间 当代艺术家将中国书法运用于新的艺术表现上 就像58岁的艺术家徐冰的天书 这一宏大的装置艺术占据了整个大厅 由许多大型印刷品组成 反映了毛泽东的教导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 水墨艺术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但我一直努力做的并不是显示传统的延续 而是创新 我认为我选的艺术家 已经突破了水墨艺术定义的界限 挑战了甚至颠覆了传统 但是很明显 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是以传统为基础的 我确实认为这是重点所在 这些艺术家正在新的创作方式中 使用着他们的过去 此次展览的一部分 展出了垂直或水平的风景画卷 这些当代艺术作品 有其新的题材和风格 中国的风景画已经改观 数百万人口的新兴城市中 高层建筑兴罗旗部 旁边是铁路和公路 这些在新山水画中都有反应 在这些新艺术家中 58岁的人简 1988年初就开始创作这一名为太极的巨大画卷 这件宽1.5米长7米的巨大作品 为古老传统带来了新的视野 57岁的杨洁仓 在五幅吊挂画中描绘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 如五角大楼 伦敦的英国议会 拉斯维加斯 新泽西州的巴斯夫工厂 以及中国的长江大坝 这些作品2003年首次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 格木文先生认为 如果不熟悉激发了新艺术家的中国传统作品 人们将不能欣赏这一艺术 西方市场已经趋于欣赏这些 更接近西方传统的中国艺术家 而这些中国艺术家相对来说 一直较少被欣赏 我认为为了真正理解或充分体会这些艺术作品 了解一些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是我选择这些艺术家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们都跟过去有着某种关联 这次展览在纽约获得了广泛报道 预计在未来三个月内将有数万人参观这一展览 国际间正在加强努力寻找和指认二战期间遭纳粹窃取的艺术品 包括绘画 瓷器 书籍和宗教宝物 在以色列一个委员会正在要求当地的博物馆 从他们的馆藏中寻找被纳粹抢劫的物品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当局认为有超过一千件纳粹偷窃的艺术品 在二战之后被送到以色列保存 一个以色列国家委员会被指定追踪在以色列的无人认领资产 这些资产属于那些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 这个委员会1月9号召开会议 将以色列主要博物馆的主管人员聚集在一起 讨论有关搜寻失窃艺术品的努力 我们知道战后至少有400幅绘画抵达以色列海岸 以及以色列博物馆 以色列博物馆已经公开过这件事 我们认为对这些艺术品出处的研究 现在应该由所有以色列博物馆来进行 他们也的确在审慎地与我们合作 佩雷格也对这些艺术品最终能够物归原主 还给拥有人的后代子孙抱持希望 现在来开始做这件事 是一个寻求把这些艺术品物品 归还原主的工作的一个突破 他们应该被还给大屠杀受害者的合法继承人 这些物品属于他们的家人 犹太人向德国索赔协会的研究员 魏斯里费雪对以色列的努力表示欢迎 索赔协会的工作是谈判 归还属于犹太人的财物 在我们索赔协会和世界犹太人索赔组织 所进行的工作中 我们经常遇到 尤其是在关于犹太文物 图书典藏和手稿时 如果不先知道哪些东西到了以色列 就无法找到什么东西到了哪里的答案 以色列最大的博物馆 以色列博物馆 已经有过将纳粹抢劫一品 成功地归还给他们拥有人的经验 这个博物馆收藏了二战期间 失窃的1200件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在无法找到施主时 被运到以色列 其中已经有10件被交还给合法的家属 正因为我们以色列博物馆在以色列 我们觉得必须在归还 二战失窃一品的问题上 作为一个模范 大屠杀受害者 在以色列的无人认领资产问题 三年前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当时以色列一家主要银行 同意偿还3700万美元 给二战前在银行有储蓄 至今仍存活的犹太人 以及亡者的继承人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缘译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守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你们都拿着 欢迎收看《昨天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刻 中华民国政府拜承主买 家世博士天下士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项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年这个体能见 我逻辑这么不通的 你现在外国人怎么见 外国人怎么念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虚超通的 保识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A卫视 接下来是 OMG美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关于chill的美语说法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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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chill out chill out 和朋友一起放松 休闲 打发时间 Let's just stay in and chill tonight 我们今晚 带家里一起放松一下吧 chill chill out chill chill out 休息 放松 I've been studying for the past five hours I need to chill out a little bit and catch up on some 爸爸去哪儿 episodes 我已经连续学习五个小时哦 需要放松一下 看看爸爸去哪儿 chill chill out chill chill out dantian my job interview was a week ago I haven't heard anything did I get the job oh what should I do 我面试都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信呢 不认识得没得到哪份工作 我该怎么办呢 chill out they will get back to you dantian 他们会联系你的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do to just chill out at home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柑里 优优独播剧场—— 柑里 优独播剧场—— 柑里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VOA卫视 这个小时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森 不要忘记中国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不要离开 请继续收看VOA卫视 接下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宙和宝生 谢谢林森